噔噔… 浴光看到他 他的臉會想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哇 太幸福了吧 牛小排 今天不是萬聖節嗎 這樣太快樂了吧 有一點興奮耶 要吃了嗎 他就只是擺著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開始 我們今天要來做這一隻 進擊的巨人 哇 動畫的白色部位很多 但是我原本預期的白色部位是要用豬肉 我們豬肉今天沒有買比較多 今天我本人比較喜歡吃牛肉 所以 我們就是找漫畫版的 這個是 Choice的牛梅花肉 但這個鋪起來這麼寫心的花園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對還是不對 喔 不行喔 這樣有一種禿頭的感覺 那我們就用 美國特選Choice的牛小排來鋪它 這瀏海喔 好想立刻就煮來吃喔 鋪怎麼鋪啊 吃掉就對了 這個頭怎麼會這麼大顆耶 我不是那是我的頭 哇 整片掉下來 精華來了 眼睛上面只要一鋪上去 就立刻就很有晉級的巨人的感覺 看一下這個顏色 謝謝喔 這樣看 很奇怪耶 好討厭 這安鑽巴巴 完成了 有像嗎 吃個吃 這感覺有點像 有像萬聖節嗎 我覺得這看起來有點too much捏 看起來好可怕喔 通常看我的頻道都是那個媽媽跟小孩子一起看 或是一個人深夜寂寞的時候 你看完這個齁 就是有人陪伴你過萬聖節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來 萬聖節沒有人跟一起過的就是我了 我們一起角色扮演cosplay 然後呢 來吃東西吧 上桌 好 嗯 嗯 那天 人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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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起來 心情沒有很好 我是李維祖 人類的世界 大家萬聖節 還好嗎 今年的萬聖節企劃呢就是 李維祖的籤出現了 然後呢 這一次特別去買了這個 超級大的骷髏頭 做出了一個晉級巨人的臉 應該算滿成功的吧 但是我覺得它在畫面上看起來有點衰 而且你們是不是 如果自己一個人看是不是會覺得有點可怕 現在有些肉 我用牙籤雖然插住 但它感覺也是要辣辣辣辣的感覺 事不宜遲 我們來吃一下好了 然後這一次準備的湯頭呢是牛腩鍋 今天就是一個你知道台南到底 又是台南 台南朋友一直被我Cue到 然後我從來沒有去台南拍鍋 怎麼會這樣子咧 你看起來有點像是在 雖然說萬聖節 用了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在旁邊 但其實我的心情是好的 因為我好久… 沒有吃這麼多肉了 我真的是幸福的群 這厚腦勺瞬間被我剝掉兩塊 完全就是仿造台南牛肉鍋裡面會放什麼料 我就是都放這樣子 然後牛肉不要太瘦 相當的軟嫩 牛小排官 就是優秀 對於你的頭 現在目前被我吃了一塊有什麼感覺 唉唷 它立刻被我吃了一塊之後 它就把它的頭又拖了一小塊的肉絆絆飛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在期待我吃它 豬肉一起下來 豬肉我們先等一下 大家其實平常我在過萬聖節的習慣嘛 就是除了可能有小孩學校會過之外 就是我以前學生時期完全沒有 後來是發現說萬聖節會有那種什麼 夜店會有一些活動啊 然後路上也會有一些人辦一些 一些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萬聖節可以辦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然後才開始認真的想說 萬聖節可以來做一些不一樣的Cosplay 你們還記得你們第一次Cosplay是辦什麼嗎 好療癒喔 你看 嗯… 好棒喔 這到底是萬聖節要有很驚蟲的感覺 還是自肥企劃 我是也不太曉得啦 但沒有關係 人生就是開心就好 就是我喜歡吃肥力然後跟羽下 板劍其實我也滿愛的 我喜歡那種很軟嫩的那種肉 我比較沒有很喜歡太有嚼勁的 我有一個很喜歡吃肉的朋友 就跟我完全相反 他喜歡肉很有嚼勁的那一種 好幸福喔 中間這樣吃 前年是那個小丑的那個最多人辦 然後今年應該就會有遊 因為每次有比較紅的電影的時候就會辦那個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辦小女孩 我覺得小女孩很可愛 如果沒有要辦小女孩 可以辦那個工作人員 大家走在路上其實會滿有趣的耶 但其實小女孩走在路上也會很有趣 你就會看到一堆就很像同班同學 你不覺得嗎 我很喜歡喝那種台南的那種溫停牛肉湯 就覺得滿好吃 但我忘記那一間是什麼 就是這邊可以上一下店名 但說實在 晉級的巨人其實我沒有全部看完耶 我好像只有看第一季 然後老實說我在第一集的時候看到那個媽媽 哇 超shock的我就哇 然後就停了好一段時間才接下去繼續看 我現在豬肉下去好了 哇 它的臉 哇 它的臉被我 哇 這樣 對嗎 哇 被我把 哇 它露出它的牙齒了 它現在沒有這樣 哼哼 的笑了 應該還算OK吧 吸得精華的高麗菜 我不知道大家喜歡吃軟的菜還是 是脆的菜 我很喜歡那種高麗菜煮到超級微軟的 然後吸飽湯汁的那個口感 有人跟我們一樣 家裡也有吃自備這種鍋的嗎 我覺得我這個倒是算是滿厲害的 專業有沒有 再來給它丟 我剛才拉它頭上的這個 大家有覺得畫面有點驚鬆嗎 我跟你講我是李偉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搜查隊 我覺得那個什麼 約定的夢幻倒也很好看 也是差不多晚一點點時期的神作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噁心 也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第二季大家比較有意見 但我還是覺得它很好看 我第一季看完的時候整個 哇 下風 它突然是我的少數 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好想去追漫畫的 那我們先把它的眉毛 哇 對不起 眼睛瞬間燒個燒了幾塊 有沒有覺得 瞬間覺得它長得不一樣了 因為這邊的白色就被我撈掉了 那我這裡就有一碗 吃肉的時候配這種有氣泡的飲料就是好喝 這豆皮還可以再丟耶 好好吃喔 全部都是那種精華 再從頭頂這樣緩慢的加下來 好噁 哇… 它直接一個崩塌 下巴直接毀掉 哇 它怎麼辦 拉不起來 好像可以 嗯 太幸福了 都會忘記要跟大家聊天 我現在其實想不曉得我第一個Cosplay是什麼 欸 話題又拉回來了 應該是女僕吧 以前不是那種年輕的時候都會想說 其實也不是為了Cosplay 只是為了漂亮 穿一些平常不會穿的衣服 把藥助手的豬肉給拿起來 哇 它現在漸漸的要露出它原本的長相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期待咧 我很想要在動漫展出角色 我這裡揪揪人都沒有人揪我 跟我一起去 我有一陣子想扮雅思娜 想… 想扮… 想扮成分怪要真的 後來我再回去看這部漫畫真的內容超級莫名其妙 可是還是覺得很好看 小時候超愛 還會想扮什麼 啊 姿勢 啊… 雪肚哥變身之後的樣子 臉被我扯掉 吹了一塊在這 鏡頭起霧耶 它現在真的有敷眼膜的感覺 鏡頭起霧了 迷霧之中 就會有 你看這個 這個顏色就很漂亮 帶粉有沒有 哇 帶粉一直在 就熟度最好 不過我好久沒有在好市多買很多肉 以往都是買豬肉比較多 其實我不太會選刀 然後我們家刀其實在削肉去一些筋 其實沒有那麼好去 我其實買豬肉是為了煮拌麵 大家冬天到了千拌麵不獲了嗎 冬天最適合吃麻油漿麵線喔 而且我們的新品最近也要出耶 只要一冬天就會很多人配個我們那個麻油漿麵線 做到國外的人就說我讓它有家的感覺 然後我就瞬間一個感動 人生就是這樣子 出外卡牽 我夾到它的鹽窩裡面 它這個下巴肉 算是長得比較健壯喔 嗯 它就這邊長一塊肉呢 不要這樣 到這了 它現在已經是素顏的狀態了啦 剛剛是有化妝 你們喜歡它妝前還是喜歡它妝後呢 來 請飄選一下 你該倒一下 桶棒 然後我們把這個眼膜給撈起來 大家就不會覺得 看得就是很想要把它喬正這樣 吃力不敢陷 大家會不會以為現在 Kono Banco會出現可口可樂 就是讚 吃到被可樂也是很神搭 好 好 這裡有一塊超級隱藏在邊邊的啦 我稍微移動一下頭給你們看一下 它在這 你有看到嗎 這是它的瀏海 瀏海 完全沒有注意到 我就說要結束了 那我眼膜還是不幫它拆下來 你看 它今天昨天敷得很認真 Happy Halloween 最後一片我們要認真對待它 做一個我喜歡的熟度 OK 然後今天呢 主要就是因為萬聖節要到了 所以呢 就是難得做一個萬聖節企劃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我這次萬聖節還辦了什麼人物呢 可以禮拜日的時候去看一下我的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 然後 不知道大家今年萬聖節有沒有Cosplay呢 或是幫你的小孩做什麼萬聖節必須要做的家庭作業 因為我就看到網路上有人在流傳說 就是爸爸幫那個女兒做了樹攤的手指 我就覺得哇靠也太強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出什麼厲害的東西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好啦 然後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